最近中国出了这么一件事啊 有一个网红呢 山东有一个 有一个卖面条的一个面馆老板 号称拉面哥 因为他每晚拉面只卖 三块钱 15年价钱没有变动呢 赢得了人们的赞誉啊 一下子就晋升为网红 可是呢 很多其他的那些虚头八脑 那些歪瓜裂枣的网红呢 为了蹭这个拉面哥的直播 有3000多个小网红 跑到这个拉面哥家门口围堵他 然后就是来直播 他们跟拉面哥的这个 这个情景 真他妈丢脸了啊 对不对 去蹭网红的网红 这种现象真的很奇怪了 一个卖面条的老老实实的 一个山东农民 对不对 价钱没涨就成为网红 然后再去蹭人家的网红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怪现象 本身这个直播网红 就是一个奇葩 对不对 还出现这种奇怪现象 中国真的实际上 中国真的实际上 中国真的实际上